全新iPad更輕薄效能也提升 人保是主力代工廠 在核碩蛋出後接單量增加 後來又吃下廣達放棄的Apple Watch 近期卻傳出要離開蘋果供應鏈 衝擊股價 對此人保副董陳瑞聰 向平面媒體反駁完全沒有這回事 但毛三道四確實不符合高毛利政策 近年來人保經濟轉型先後跨入醫療 跟電動車等刀毛利的事業 其他台廠像是偽創可乘 也因為毛利率而蘋果斷捨離 但龍頭鴻海布局三加三 還是鞏固大客戶蘋果 平向也從手機跨到筆電平板 主要就是規模經濟 高成本難以做出規模經濟 再加上近期中國供應鏈崛起 以利遜而言不只i14訂單提升 傳出也取得新一代i15高階三款機種 預期明後年紀律率 就可以翻倍至百分之一點五 驚邀老大哥鴻海 不距中國低價競爭蘋果丹到底填不填 沒有絕對定論 但代工廠成敗都看蘋果 進與退 牽一髮動全身 陳學許之聰 鳳下台北島